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王悠正 2015落线的公职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年不少华裔候选人纷纷加入到了选举行列当中 希望帮助华裔的民众在政界发声 维护华裔团体的权益 11月3号 洛杉矶公职选举即将登场 截止到9月最后登记 一共有21位华裔和华人女婿和媳妇入围 其实华裔选民在选举时普遍参与度不高 但您可能不知道 这些华裔候选人在政治主张和策略上 能为您和您所在的社区争取到更好的利益 我从2007年以来就是一直注意大宅院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上诉到市议会 我向来都是说在投票的时候 我都是最严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会依本当初的初衷 对大宅院来注意 另外最近有一个议题就是说 野狼的问题 我两个月前 在市长跟市民见面这么一个议会 我已经把提出来了 请了很多专家来跟我们谈 我们在想办法 怎么样再符合法规范围之内 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把这个野狼问题解决的 你上市去大学 一个目的就是要转学 到一个四年学 一个四年的 很多人想去Mount Sac 然后再来转去UCLA或者Berkeley 那你这个申请的方面 跟高中学生完全一样 那个大学还是要看一样的分数 看你写的文章 看你课外活动是什么 所以我想把Mount Sac做得更好 把我们这些 transfer 转学的这些帮助 把它弄得更好 像我们现在在哈冈学区 我希望我们可以解决 我们给予了 我们的课题 是否有任何课题 我们现在有 区域的注视频 所管制器 它们应该执照 进入修飞 部闸 但是我希望能开关 对我们设计 我们要建筑 辩助区域的文章 去 mach这个 帮助区的 如果一个公团 是将一个 记者 找ינו 除了以上三位代表 11月落宪选举华裔候选人还包括 ABC学区教委候选人谢苗嘉珍 科文纳谷学区教委候选人林书坚 家伟学区教委候选人罗佩婷 家伟学区教委候选人孟凯利 格兰杜拉学区候选人陈琳达 哈岗学区教委候选人陈兴安 哈岗学区教委候选人郭志 哈岗学区教委候选人何龙汉 蒙鲁维亚学区教委候选人Briant Wong 南巴沙迪纳学区教委候选人卢国文 罗兰学区教委候选人聂曼利 罗兰学区教委候选人许竹云 天普市学区教委候选人马士顿 天普市学区教委候选人薛真坚 核桃股学区教委候选人陈立德 圣玛利诺市议员候选人黄文谷 圣玛利诺市议员候选人邝大智 圣玛利诺市议员候选人孙于金 西科文纳市市议员候选人吴同怀 明天公职选举就要开始了 请民众多多了解各个候选人 珍惜手中的权利 为社区更好的发展 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中天的权利诺市议员候选人